大家好,我是佳莹 天天车机旅游,来到了汐止的广北殿 俗称天宫庙 天宫庙建以明治39年 西元1906年 也就是明前6年 基金已有超过一世纪的历史了 这位可爱的小女孩是我的小孙女 玉涵 我们在登殿的街梯口 可以看到一对古老的镇殿石师 和左右各山座用石头打造的照明灯 在登殿阶梯的正前方停车广场内 有一座六角形的红柱子的修气凉亭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坐落于细植翠坡山上的公别殿 和优雅建筑物的全景 登殿的阶梯步道共有两条 远前这一条是屈身在大树下的灵运步道 我们行走这一条步道会经过一座 两旁护栏刷着红色油漆的彼岸桥 当我们走到这里时 就已经是来到庙椅的基地了 我们由停车广场走卸梯上到这里 也不需要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了 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二条步道的屋顶 它是采用钢筋水泥加上琉璃瓦打造出来的龙形屋顶 这条长龙步道的下方梁柱 每只梁柱都相入的优雅的丝厨 这样的步道风格非常的独特 也非常值得期待您的到访 这里的阶梯步道画有黄色的醒目标志 尝试粘yg 挂在餐厅旁走到的 空支 用餐敲几的法器 神坛内左右两侧卦有红色的光明灯 开山堂据说是拱北殿开山祖师的纪念堂 巴仙洞 餐厅的墙壁上挂着十大圆连玉塑的秘诀 这里是通往松拱桥的布道 布道旁联系壁上的胡瓜瓜藤已经花开结果了 看到了这里是古诗餐厅的入口处 布道左侧的花台上种了许多金针花 这里是宫北殿内部的员工停车场 将近期的墙壁有的殿垣 古诗餐厅的花台上变成了 古诗餐厅的墙壁 不然很赖 那些城市没有在那里没有没什么 没有想到 那个名字是那些很大 這是日本時代的建物 現在這也是日本時代的很新的 我們來到了這裡就是歷史悠久的雙拱橋 這座雙拱橋是龔北店的歷史文化遺產 讓您走到上面是好像走回您的歷史快樂無比的感覺 這座拱形橋都是以石頭器座架空而成 技術非常的高超 也值得喜歡考古的您來這邊探索必有所獲 接著我們再回到了殿堂 拱隊雲山萬里天風開絕路 北恒星十九週木月照彌君 拱擊此地正式逢來島 北處絲山合一極樂邦 店內有一座很大的八卦型的門框 聖誕前得許許如生的一對龍柱 聖誕前得許許如生的一對龍柱 駿井是皮革的一對龍柱 最高的崖水 尚兰公司 再偷大瀉 沈你島方的土碗 沈你島方的土碗 沈南山賈大香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看这里是三川殿的翘脚屋顶 我们沿着画着黄颜色的阶梯往上走 这里的景观一片开朗 这里是太乙柳青金的神位 我带着小师女从这边穿过了黑暗的八仙洞 出了洞口这边就是九天弦里的神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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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